好來各位委員還有我們現場的那個官員 我們接下來繼續進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的協商 那再度跟各位委員報告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我們分別在109年4月15號跟4月16號的會議進行審查 那並按審查完均已經提報院會 並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那另外有劉建國委員 在4月24號有提案 那並進院會報告後 決議進負二讀與相關的提案並按協商 另外有楊瓊英委員 曾明宗委員 蘇志芬委員 陳素月委員 黃世杰委員 以及謝伊鳳委員 也分別在5月1號的院會報告後決定 自委員會抽出進負二讀與相關的提案並按協商 所以我們就定於今日5月1號 由本人來召開協商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經過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我們的農民退休除菌條例草案總共有36條 那我們保留的條文是1條 通過32條 不予通過的條文有3條 所以請教各位委員我們今天是不是就保留的條文這一條來進行協商 好 謝謝各位委員 那我們保留的條文是第七條的條文 那我們當天在這個委員會議的時候 最後大家的決議是以行政院的提案為一個版本 另外有這個翁崇軍曾明宗委員的提案 為第二個版本有甲乙兩岸送今天的朝野協商來處理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就開始來進行 我是不是先請農委會陳主委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真的很感謝各位委員在這一期的經濟委員會 那通過這兩個非常重要的 包括剛剛的農業保險法跟現在的農民退休除菌制度 那現在的兩岸假岸行政院版本跟已案 就是包括廖國東委員跟曾明宗委員等提案裡面 他最大差異就只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提報比率 行政院版本是到6% 那我想曾委員跟廖委員的這一個版本是到10% 這是第一個差異 第二個差異是行政院這一邊 那一個可以讓農民退休除菌裡面是按月提交相同的金額 那行政院這邊的提報是提高 對不起那個廖委員跟曾明宗委員是提高到1.5倍啦 就不是1比1的這個部分 那我在這裡還是要跟各位委員特別報告一下 我想這是一個退休除菌制度 它不是一個社會福利制度 所以某種程度如果要照顧農民 那我們65歲以上的老農 今天我們仍然持續的在實施 即使這個退休除菌制度通過以後 所以65歲以上的老農 他每一個月現在是領7550 之後就每4年會依照CPI來調整 那這個在社會福利制度已經有確保的時候 我們認為在退休除菌的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還可以請各位委員 就是依照這個行政院這個版本來通過 那以上 請各位委員發表意見 來 曾明宗委員 謝謝剛剛主委的說明 那我的版本就是 因為行政院的版本是說 農民自行提拨比例是6% 那政府跟農民是1比1的提交比例 我的版本是 農民自行決定的提交比例 從行政院版本6% 提高到10% 那政府提交的金額跟農民的比例是 可以提高到1.5倍 也就是政府提10塊 農民提10塊 那政府要提15塊 看似比較優惠 那有要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的比例 你是用現在這些社會上會比較 你這樣的結果會不會比一般的勞工 相對優惠 但你算的結果是 你是用投保比例是 現在是23800 是用基本工資嘛 你是用基本工資在提拨嘛 是勞工的最基本的 這個最低的標準在提拨嘛 所以我覺得外界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的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之後 或者我的版本之後 會不會太照顧農民 那我們試算的結果 龍委會的版本 你看說提拨35年 35年之後 拿到每個月是26000 26348 那31年是22055 那25年的話是1847 但是我是希望龍委會 你把它折現了 35年後是26349 但是你沒有試算 那是35年後的26000 你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啊 35年後的26000 你把它折現到現在 假如說2%折算的話 只剩下一換三耶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以為說 喔 你誰希望龍委會 要對外講清楚啊 好像說每個農民到時候 可以領兩萬六 但是你要跟所有的人講 這第一個有一部分是 它提拨了一部分 那當然老農金貼 歸老農金貼 但是這兩萬六看起來好像很多啊 但是問題第一個條件是 它提拨35年喔 第二個條件這個兩萬六是 35年後再講一次 35年後的兩萬六啊 你假如用限制折算2%的話 到時候是只有一萬三啊 到現在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也希望 讓農委會 還有在座委員可以想清楚 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真正說 特別農民特別優惠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才基於這樣主張 才希望提拨率 從行政案6% 提高到10% 政府跟民眾的比例 是1.5%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版本 謝謝 來那個 還有南會委員還是陳主委你要回應 你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怎麼說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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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說 你不要說太久啦 你那大拋 你怎麼說的 拋聲就出來了 不要說太久啦 不要 我怕你聽不清楚 不會啦 你怎麼說很大聲 我都聽得很清楚 我這個 現在要表明一下齁 我 跟曾委員是同樣的一個提案 但是曾委員的提案 我還是不太滿意啦 我 我知道你都 你都會想 但是我 我跟你講齁 你如果問主委 農民到虛民是不是一體 農民到虛民 是不是都在農委會館的 齁 啊你如果說農報到虛報 是要怎麼比啦 我們如果說 那個叫做 那個比雞腿呢 我說 我說比較錯的就是 那個比雞腿呢 我說比較錯的就是這樣 移民啦齁 移民 他23,800最低保額啦 他每一年可以 根據他的移獲量 跟他的交易量 有15%的調整 齁 然後他在八十幾年以前 如果他是投保一保的 他還可以領老儀金貼啦 都一樣的得利啦 你說老農金貼 人家老儀的老儀金貼 但是 移民他23,800 以上 他都可以 在退休之後 都可以領外貼 也可以領老農年金 結果農民到今年 剛才要開始推動農報啦 我們農報說 都用CDR加 23,800 都不能調整 這樣才有利 所以 從6%調整到10% 我覺得 還比移民的那種調整的幅度 我覺得還不夠 那我們要照顧移民 這樣變得比較不照顧農民 所以我感覺說齁 如果曾委員這個提案 我是說要 蓋你總統提案 不能來反對人 不然我是要反對這個提案 你這個不夠照顧農民 現在來 再來講 1比1.5 為什麼要講1比1.5 1比1.5 會不行 會不行 怎麼說 虛報啦 我們是 我們是 補助 百元之八十 虛報是補助 虛報是補助 百元之二十 我們這是五十 對五十 1比1 這樣對農民 怎麼有照顧 也是沒有照顧啊 我們 1比1.5 如果我感覺 這樣是要對 虛報保險 要怎麼不對 那你比到 二比每個成績 集国農委會 來頭 民的照顧 農民也照顧 農民一帶 從這面 紓困來頭 就發生最大的 結果 就是 有的 農民 沒關係 農民變成被遺忘的一群 你看看 兩萬四千塊錢以下的移民 現在全部都可以領三萬 結果農民 像我跟這兩個長毛蠟 跟超民鄉 我們毛蠟要死 結果到長位置 要怎麼不答應給我們 這個農民回去在吃苦 回去在犧牲 今天就要求說 就六九十 讓他們做一個選頂 別說像是犧牲一年一年可以15% 別說是對一 我們就一比1.5% 這樣說 最卑微的請求 不然最起碼 讓我們做這篇紓困的時候 我們的農民都沒有補助到 讓我們一個最卑微的請求 這樣今天說 驚訝大家覺得不可以接受 我們這個提案 加一些我的論述 做三點論述 出來我告訴你 你今天沒接受沒關係 我突然想要去開記者交代 我說 根本沒有在照顧農民嘛 我們就用秘密來做這三點 說給全國的農民聽 是我們的版本 這樣對不對 我們可以讓大家接受大家的檢驗 所以我希望說 農委會齁 我都在替你們做事情 替你們照顧農民 我也拜託說 我們這些委員 當然 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下 我們這個政客人 做些人 大家支持一下 拜託大家 謝謝 關於這個問題啊 我在這個法案的修法的時候 我一直跟農委會的陳主委 你確實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關於農民退休此成金的比例啊 你提示1.1的時候 你會被罵死 我現在跟你講 如果農民是50 50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 政府提搏給勞工的話 是7... 固執70 政府10% 勞工只有20% 他投保的比例才20% 那公教保險的話 政府提搏65 那個公教人員提搏35 你們這裡都要注意啦 農業縣市 你倒回去你就會接受了 只有這次喔 農民的困困裡面 我接的電話太多了 怎麼樣 農民有 勞工有 我農民沒有 我說我們指揮現在在想辦法 不然叫我把你拉下台來 我說他在想辦法 好多辦法想出來 我就不會拉了啦 所以今天所有在場 幾乎都是農業縣市出來的一個立委 我希望啊 你要調教說 1...不是1比1...1比1.5 應該最少要1比1.6 你倒回去才不會說 我們跟鐵農民說話 我用這個表非常簡單嘛 算了出來嘛 農民我們每天都要照顧 說幾十年了 這次你的改革 大家都支持你嘛 從那個所有 這個好像第三個法案 大家都舉起立 這個地方你不要退縮啦 你退縮下來的時候 你會被人家講話啦 其實你是人才啦 應該把它提高一點 剛剛的50億變成100億 你也害羞害羞的樣子 免怕 替農民講話的時候 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天將地獄的事情啊 來邱政院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想我行政院提的版本 是基於財政劇力的考量 他是希望說用比較低的額度 方式先試行 但是我認為6%確實還是有點低啦 其實是可以思考再提高 但是這個政院提的加碼 因提交的部分 我認為這個還是 但是我也贊成大家意見 至少要1.5倍 以提高這個農民參與投保的意願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但是農委會還是要保證 農民的投保率跟宣傳的效果 畢竟農民退休除菌制度 是為了保障農民的退休生活 以這個農民參與的意願高不高為最大的前提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制度上的設計 我認為還是要有一些誘因 謝謝 那個陳主委 主席和各位 因為那個剛剛翁委員跟那個 我們陳創委員都站起來 我一定要站起來 我們照顧農民的 新大家其實都一樣 那我覺得農民退休制度裡面 在考慮到這個 所謂的提波比率跟相對的提波的 比如說剛剛是1比1比1.5的時候 最終思考都還是要回到說 我們這個制度設計完之後 那農民如果他繳了30年或35年或20年之後 他在農村可不可以以生活安定的這個角度來思考 那我完全同意曾民眾委員 如果你把它折現率折回來的話 那金額絕對是非常的少 可是我們現在比的是所有現階段 我們的農民跟所有的各階層的 我們各職業裡面的一個退休制度來比 那我給各位一個版本 那剛剛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如果農民6%最高6%政府6% 以剛剛曾委員所提到的 他繳了35年之後 那他一個月所領的金額呢 就是大概26,348塊左右 就是包括老農津貼這第一個 可是我們如果用 比如說剛剛曾委員的這個10% 最高的提波的這個百分比 跟提波1比1.5的話 那繳了35年之後呢 那他退休他每個月是領43700塊 這樣的一個金額 我想這是第一個 當然就會完全不一樣啦 2萬6跟4萬3的這樣的一個差距 但是這一個勞工的部分 我們去計算勞保 如果他用35年 那他退休以後每個月呢 他是領2萬9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不同的階層裡面 我覺得這樣可能反而會讓 因為我們本來要照顧到農民的 而引起另外一個階層 這樣其實我覺得是很不好的 這第二個說明 那第三個 那個政府的預算裡面當然就會有差異 一個就會從10億變27億 那我們是要永續的 我們照顧農民不是說現在 說把他喊高以後那就沒問題 是因為這個退休儲金制度以後 建立起來每一年每一年 就是要將來執行 最後我不要講這些數字 我講我們鄉下 我們現在老人他們的生活 以下的老農今天 那感謝各位對農委會的支持 他現在每個月7550塊 只要沒有紅包白包 某種程度他生活是 達到一個基本的 是基本而已 那有加上這樣的一個退休儲金 我們是覺得行政院這個版本 2萬6的這樣的一個金額 我想應該在我們的農村是可以達到 照顧到農民 甚至吸引更多年輕人 現在就可以來從農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是不是在這個制度上路的時候 是用比較穩健的方式 那來執行 那以上 你現在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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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翁委員 你喔 你喔 對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執委的說明 那主委 其實 一路走來 我是最支持農委會跟主委的啦 當然我們在政策上面雖然有辯論 但是基本上我們都是以照顧農民為一個大前提 那剛剛他談到就是說 我們跟其他的這一些保險來做比較 你知道嗎 我們的金錢不比別人比較少 齁 那這個部分 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我跟曾委員是同一個提案 6至10 或者是1比1.5 我剛剛已經論述過啦 我剛剛有已經論述過 但是主委如果你今天擔心的是說 如果他一開始就保10% 將來EA 他的那個退休金會相對的會 甚至於比勞工高很多 或者比移民高很多 那我可以接受啦 我可以接受 就是說 我6至10 但是我們每5年可以調高1% 他可以自動調高1% 這樣子我想這個疑慮 就可以減少很多了 就是說 不是說我一開始我10%就10% 我就算10% 我從5% 一開始都是5%的 但是經過5年以後我可以到6% 你不調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經過30年之後 我可以調到10%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 我就要高5%的 我想這樣子就不會有所謂的 主委的擔心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擔心的問題之外 我想 對於 我們 農民的 對年輕農民的鼓勵 年輕人他一回農業的時候 他會放心嘛 我將來只要我 願意給他付出一些保險費 我將來就有機會我退休之後 我將來就一樣跟工作人員一樣有保障 我們今天要吸收很多年輕人 回來增加作心 我們希望我們的農業結構 能夠做一個改變 能夠年輕化 能夠機械化 基本上跟這個制度 如果這樣設計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年輕人 會更願意來誤農 這是我今天 尤其主委很特別 年輕人 我覺得主委 如果我們站在角度上 應該 我覺得可以支持我的提案 等一下 我先回應一下 剛才翁崇峻委員 你那個提問 我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上一次在審查這個法案的時候 其實就有特別強調 那個提播比率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農民你自由去決定 你要1% 政府就相對提播1% 如果是1比1的話是這樣 你要2% 你今年3月以後你要調整5% 政府就相對提播 所以那個是可以 對你也可以調整2次 那個是隨著調整 現在是這樣 因為剛剛那個執政黨委員 有來提 我想我先做一個建議 大家聽聽 再讓大家繼續發言 就是說 我們現在剩兩個案 兩個版本 一個是 最高上限6% 比率是1比1 一個是最高上限10% 比率是1比1.5 如果我們把它折中一下 變成 就是說如果最高上限提高到10% 它的提播比率是1比1 這個是一個方式 看大家要同意嗎 這樣 好嗎 來啦 我希望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有的經驗是這樣 農民沒有退休 但是老公有退休 老公的退休是這樣 老公的退休是這樣 老公的固定的薪水 老公出6% 老公出6% 那完工呢 他就是要欠多少每天欠 但是只沒有老公6% 把它欠進去 我們知道農民那麼可能 我們農民沒有老公 我們都會聽說要欠 但是農民也沒有固定薪水 是一個更好的地方 我們正在去問 老公他只要有參加老婆 他的老公 只沒有23000要去一條 老公就要退休6% 做勞退 他每天有多少欠多少 通關是6% 農民因為沒有固定收入 你要叫他說固定拿多少 他不一定 但是你說因為政府 也不是說農民的老公 還不然我就處理聽說八了 所以一開始這個制度的設計 一比一就是說 農民你肯定你收入多少 你拿多少 政府給你貼多少 做你的退休 所以農體跟老體 通常不一樣 就是這樣 農民沒有老公 但是老公有老公 現在我是覺得這樣 為什麼我會聽說 我們的主席教育這樣說 這個女子 我可以扣除因為 老公是有不同的投保集聚 所以我好像2萬3千 不到4萬的 因為雞報比較雞報 他的6%也不一樣 不然我們翁委員 他以前那麼大 他的6%比我的6%那麼大 所以我認為農民 他覺得他收入不錯 他收入不錯 他對他缺點鬥來拿 比說老委員 他就收入不錯 他說我6%不夠 我可以2萬3千 買6% 太少了 我要拿10% 我一國要欠2千380塊 我加旁邊賺那麼少 我說10%我沒辦法 我可能2%就好了 所以變成說 固定機率2萬3千8 所以他收入高的人 他可以提高他的提損比例 來增加他的退休保障 如果收入覺得比較沒有保障 他就欠那麼少 所以我是競爭說 他比他們 這不要動 但是讓農民 才有他的收入的力 不要說他學6%做最高 到10% 他都到10% 政府也要負10% 這樣他1個月就要欠2千380塊 2倍 這樣他退休就好有保障 這大家收起來參考看看 來那個先 曾明中委員接下來 蘇智芬委員 其實大家立場一致 希望給農民 因為過去農民是靠天吃飯 那給農民一定的照顧 非常謝謝剛剛陳主委的說明 陳主委的說明 他是講說 因為你現在要曉得喔 他是用勞保的最基本工資23800 是最低標準喔 最低標準 而且你要用最低標準 而且提高 你提播是最高標準 6%對不對 最高標準 你不一定啊 有人提1% 最高是6%最高 最低標準的用最高提播率 算出來的結果 而且要提播35年喔 35年你每年提播 每年提播 提播到35年後 退休 主委講說 可以領4千 4萬3千7百塊 這是包括老龍津貼喔 兩個加起來是4萬3千7百塊 各位想想看 35年後喔 4萬3千7百塊 還是我在他標準 你用2%的折算力到現在是多少 2萬1 2萬1 連基本工資都不到啊 政委員 我建議不要這樣計算 因為所有的各行各業的提播率 都是到30幾年後才領 你不是只有農民會遇到通膨的問題 勞工也會遇到通膨的問題 你這樣子計算會有很大的問題啊 沒有問題 因為喔 這個是購買力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學商 你不清楚 這是購買力的問題 因為你在比較嘛 比較說 你要曉得喔 這個老龍津貼 加退休除金耶 35年後的限值 回到他現在 就2萬1啊 那你這樣 好 第一個是2萬1 第二個 這跟其他的勞工 比起來有沒有優惠 所以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就考慮這兩點嘛 第一點 你跟其他的勞工比起來 這樣的退休金 35年後 你用最低標準 那你提高最高的標準再提 提完35年後 跟老龍今天加起來 是4萬3千7百塊 只算您現在現實是2萬1千塊 那跟其他同業比起來 勞工比起來 有沒有特別優惠 我只是提出這樣一個背景說明 謝謝 我再請教一下 我雖然不是學商的 我一直覺得通膨不是只有農民會遇到 您現在講的說 現在的提拨標準以後 35年後 領2萬6千多 2萬9千多 那實際變成1萬3 1萬4 可是勞工 如果他現在相對提拨到他退休的時候領的這個錢 他35年後領的也是這個錢 他不會遇到通膨嗎 那就對了 您這個主席英明 那也是會遇到通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立法院應該我們要同步把勞工的這個提拨比例也要把它增加 所有各行各業都會遇到通膨 不是只有農民會遇到通膨啊 所以你把 所以你這個論述是不對的 你不能拿這樣子來比較 我的利潤基礎是要一樣啊 當然對 你要把其他勞工的 主席各位一點歡迎 是啊 我同意啊 我同意啊 來 蘇士芬委員 各位一點發言時間齁 我覺得今天齁我們在討論說 比如講說農業保險齁 過去這樣幾十年下來 整個農業的進程還有農業的改革 你看就這一兩年 就這一兩年來講的話 這一方面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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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不知道就是說 好了 我們的陳主委的話 你在一個統治統修 整個農委會的預算裡面的話 過去拿很多 去保證等保證塞就對了 我們也叫我們批評很多 也意思就是說 就一個農業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鼓勵青農 鼓勵新的農民進來 那麼還有其他方面也都要做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農退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是覺得 加碼越高越好 越多越好的 但是剛才我們說 我們剛剛的前一個法案 才討論到農業保險 那麼現在討論到農退 如果我們不斷不斷的加碼 就對了 那麼回過頭來的話 最後要負這個責任到底是誰 我想農業整體的話 它是要整體的發展 而不是說就某一個部分的話 不斷不斷的加碼 我記得我今天早上再看到一篇文章 疫情結束以後的話 農業改革的契機在哪裡 就要趕快轉型要升級 這個農業最主要還是在那邊 如果農民的話 他不懂得轉型 他不懂得升級來講 我們再給他怎麼樣 那還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該堅持來講的話 主委因為 也不曉得怎麼幫你講話 我怕幫你講話完以後 你自己又退了 你自己又退 所以來這裡說 既然剛安主席已經有財事了 是不是6%到10%中間 好我們就10% 大家折衷一下好不好 然後1比501的話 我覺得曾委員的話 大家今天有個折衷版 有折衷版 我們也盡力了 我們也努力了 這一點好不好 今天就要這邊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嗎 來我們大家這樣 好想大家稍微調查一下 我們把它的急劇調高到10% 但是他的提播比率還是1比1 好不好 那個國民黨委員 可以接受嗎 來那個主委說明一下 我真的很感謝各位委員 這一個願意用1比1的 這樣的一個相對提播的部分 那這個到底是要6%還是10% 我可不可以就是 把一些的那個 具體的數字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6%不是無緣無故來的 是因為勞退那一邊 勞退也是用6%啦 所以如果勞退那邊6% 我們這邊要加碼到10% 那我們當然就要問說 那你額外的那個4% 要增加的論述或理由是什麼 那我想只要有完整的 我們也不會反對 可是我會認為 我找不到那個理由來說 要增加4% 那我們是可以 我第二個是具體統計數字 現在65歲以下 從農的農民總共有45萬人 其中50歲到64歲的 佔了30萬 50歲以下的15萬 所以50歲以下的15萬的農民 他將來即使用6% 那就會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35年就有2萬6的 包括老農金這樣 他每個月可以領2萬6 我們覺得如果各位真的要照顧到我們農民 現在就是要針對50歲到64歲 30萬人裡面 是不是只要特定的這樣的對象 讓他到8%或10% 我們可以同意 因為這個等同就是現在的 那後續的全部一律用6%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更完美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而不是說一律全部用10% 那我可不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以上 來 這樣等一下 我們最後兩位 那個黃世傑委員先把手 黃世傑委員之後劉建國委員 抱歉 好 謝謝 我想剛剛主委提到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科學去算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不是什麼都跟老保一樣比的 因為老保有雇主的6%在那邊 所以其實我們長期的也都在討論說 老保那個提播的比例裡面 因為我們如果增加提播比例的時候 我們是會動到雇主的成本 可是老保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上次我記得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蘇貞委員也有提到 我也贊同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直接規定用2380名單一級距 來做投保金額 其實對農民來講也不定公平 所以我認為提高到10% 當然我們是現場在用有點像用喊的 但是你要考慮到說 我農民已經沒有投保級距可以選了 如果我願意多提播的時候 政府相對照顧我 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 而且我們一直都很擔心說 你現在這個版本流也太過保守 你的那個執行率啊 農民參加的意願的誘因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不去動 那個提播一比一的部分 你至少讓農民有比較高的選擇權 他希望多投保的時候 你讓他那個範圍可以大一點 我認為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這個所以我支持說 至少我們先把這個放寬到10% 好謝謝 來劉建國委員 好謝謝主席 我想 朝委 各位委員 還有包吻助委 照顧農民這樣的一個心 這個決心 我想這個無庸置疑 但是一個制度在訂定 正面中委員的講法裡面 我坦白講我還是滿認同的 我們在 在那個保險的部分 其實很多提案都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這個農退的部分 我講真的 應該讓農民先求有 先求有 但是也要給農民有更多的彈性的選擇 這個我覺得我也希望主委要朝向這樣 所以剛才主委講的後段的話 我是蠻支持的 不過這個可能要講清楚 因為畢竟這個年齡層的階段 每一個農民對現在我們推出來這個農退的適用 跟受益 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不能一個 一個level就把它解決掉了 我覺得這可能要靈活 做一些疏忽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真的有其必要 去把它 訂定清楚 但是要 要像曾偉所講的說 扭到35年後去計算這樣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修飾一下 因為那是另外一種極端的一種說法 我覺得先缺油 然後讓農民有更多彈性的選擇 這是有必要的一個修法的一個方向 謝謝 來 陳教豪委員 聽了各位先進的那個意見 那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農民基本上就是沒有固定的所謂固主 所以在這個急劇 是不是可以請行政部門考量 就是在比較低的急劇的部分 譬如說1%到5%能夠有1.5倍的這個加成 然後在後面是用1倍 用這樣的思考 那這樣的思考呢就是可以去鼓勵更多農民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付出比較高的那個比例的那個保險的這些額度 那就可以願意投 那願意投保在比較低的部分呢 就是有政府部門可以有1.5倍的加成這樣子 好 謝謝 來 那個中嘉賓委員 這樣聽起來啦 我們各黨都覺得 這個6%的提播上限 是不是可以延長 那我也覺得說一開始在野黨提出10% 大家聽起來也沒有反對 但是這個主委剛好提到一個 我覺得他一直在提醒我們一點 就勞退的6% 農退要10%這個怎麼有一個說法 倒是主委自己剛剛講到一個說法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道理 主委你再思考一下 就是6%以上為什麼要提高到10% 因為呢提播來不及啦 年紀大的農民他剛剛說 年紀大的農民你現在 他沒有投保急劇可以選他只有看%可以選 那如果50歲以上讓他可以選比較高的% 他在退休進前有辦法多欠一些 剛才也是不錯啦 因為年月那麼有了 確定手頭那麼冷啦 也不一定啦 少年農民在打拚 老婆都要花錢 要過癮等等 所以說是不是 我們就是 以農委會 6%1比1為基準 但是一定年齡以上 我們讓他可以調到10%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大家都說有得力 我覺得主委也說有得力 我們要怎麼改歲 人家都6% 為什麼他會到10% 他會到幾% 他說他就因為年月那麼多了 65歲要退休就剩15歲可以省 你讓他一次省那麼多咧 這也不遺格嘛 加速他的這個情況啦 這個看主委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什麼方式來調節啦 來主委 我最後再呼籲跟那個 莊佳兵委員的建議喔 就是說等到50歲以下呢 他是用6%嘛 那50歲以後 因為他第一個 他從農他也穩定 收入也比較好 第二個 50歲以後 讓他可以提高到10%呢 等同加速他儲蓄 為自己的老年的生活來 來確保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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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老保 漁保 尤其是漁保 跟農保 沒必要的就是嘛 他們都可以調嘛 他們都每一個 每 人也有15% 啊我們這個農民 我們這個都沒有 好啦 啊不然這樣啦 你現在說不好說齁 那漁保是漁保啦 漁保是漁保 對啦 不可以做漁保 我們這樣啦 大家現在 如果剛剛主委提的那個折中方案 國民黨委員 能同意嗎 如果不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還是照原來的國民黨版跟行政院版 我們就送院會 處理了啦 好不好 對啦 齁 其實我是想說 可以 來 主委 各位 我覺得如果 因為其實在這裡就是各位 幾乎對整個農退制度最清楚了解 我覺得如果再到院會是真的是 我擔心又有不一樣的變化 那在這裡真的是已經有考慮到實際現象 那我們甚至也可以用戶帶決議說 如果即使按照我剛剛建議的50歲以下的是6% 50歲以上是10% 如果實施兩年後 農民參與的這一個比率 低於20% 比我們的執災還低的話 那我們樂意再回來檢討修法 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附帶決議會不會是 更保障所有的農民的 這樣的一個權益 那以上 對不起你剛剛說什麼 我前面沒聽到 我意思是說 如果說按照我剛剛建議就是 50歲以下6% 那50歲以後可以到64歲是10% 那如果 兩年內 法通過兩年內 農民參與的比例沒有超過20% 我們再回來檢討 你這個是要放在附帶決議還是要放 附帶決議裡面 附帶決議 各位委員你們大家有意見嗎 你們大家覺得這個有辦法接受嗎 我們希望年輕人回返鄉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變成說 什麼老農跟青龍 這樣子 這樣子我覺得外面跟你講的 比說50歲以上老農 沒有啦 我建議這樣 我當然不用那樣 你太清楚了 我們現在是已經把這個級距 把它拉起來 就有把它放寬 放寬了啦 如果大家在這裡沒有同意 就是大家都不同意最終的版本的話 那變成我們就要回到原始 行政院版跟國民黨版 送院會 處理了喔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們沒有 沒有 就送院會 表決 送院會處理了 好嗎 沒關係啦 我請求大家意見啦 你如果 就是那個折中版本 如果大家還是不同意的話 沒有共識的話 那我們就回到原來的行政院版 就是最高只有到6% 1比1 然後一個是曾明中委員跟那個翁崇軍委員的版本 到10%1比1.5這樣 好 那剛剛本期是建議 本來是建議說可以到10% 但是是1比1 那主委又提了第二個折中版 是50歲以上可以到8% 好 那也是1比1 那大家如果都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就原來的 好嗎 好嗎 沒有啦 我們現在不是衣氣用事啦 我現在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就變成要回到最終 最初保留的那兩個版本 送院會表決了啦 好嗎 沒有啦 我又要處理我還有一條耶 等一下啦 你怎麼走的啦 沒有沒有 沒有 這個叫做第15條的文字 這個大家再思考一下 這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第15條 等一下 剛才主席宣告 我們村子都討論過了 今天好像 今天協商這條圓 好像保留這一條而已耶 沒有沒有 我知道主席 那天審查的時候 我們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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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委員 我們只是在第15條增加身心障礙者而已啦 好啦 同意啦 同意 對對對 好 對啦 對啦 我聽說這給大家思考一下啦 我們顧路民也要顧身心總要吃 請那個 紅委員跟曾委員要認真一下 對啦 很容易啦 我是覺得那個啦 行政院剛剛提的那個版本其實有 有誠意也有往進一步 考慮一下啦 下禮拜再挑一遍啦 好嗎 下禮拜再挑一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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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們大家現在如果要一直無限加碼 我又協商十八也是一樣意思啦 不是 然後因為 不是 因為行政院農委會他們已經有 行政院他已經有加到這樣的一個急劇了 而且我們要考量到 勞保只有到六趴 我們這裡可以要提高到八趴 那個論述我們還是要對外能夠說得清楚啦 所以不是說大家自己無限在這裡加碼 我要幾趴就幾趴 我也可以提報二十趴啊 好啦好啦 真的不確定喔 第二次對學商無限 謝謝 沒有啦 那輸了一輩子 我沒有作品煮給他 沒有啦 50元以上10%你就想不想麻煩嗎 好啦 你真的要交給他 我講真的啦 你去台下五十幾歲 交給他10% 給他多好聽 其他6%至少對我來講也太有交代了 你生過我兩天啊 不然你表現就真的是 他這樣對孝領比較老農的分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說 你一開始清隆 你說要教他 你才六趴去啊 好啦這樣沒有 那這樣我們就繼續保留 我們下個禮拜再擇旗協商啦 好不好 好 擇旗在協商 這一個 這一個 就要蛋 那這一個 就要蛋 就要蛋 要蛋 要蛋 炒 2.1萬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